好 各位觀眾請帶你來關心 最近午後雷震雨不斷 因此有許多地區都有淹水的災情 包括在台北市信義區 也有淹水的情況發生 因此在地的名單都是陸續前往來勘災 包括了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 許淑華也PO出了勘災照片 以及國民黨的立委許小新 都到現場去勘災 不過許小新的照片一貼出來 當然引發了大家的討論 在裡頭 他的照片裡頭 是穿著紅白脫 穿著短褲 不過周邊的水似乎都已經退光了 因此網友就質疑許小新去勘災的時候 是不是等到水退了才去擺拍呢 在立法院有更多討論 馬上帶你來聽 情況 現在被質疑說水退了才過去 哪有啊 我什麼時候水退了才過去拍照 那就是網友亂講啊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家家戶戶裡面都是水 然後我向公所掉了非常多台的抽水機 然後呢 我們是開卡車過去了 掉了十幾台 當下我是找了台北市的蔣萬安市長的辦公室主任 一起到現場去勘災 然後後續我們也跟這個居民說明好了 也跟國稅局聯絡好了 我們會統一用收件的方式 然後他們拍完照之後 那可以在明年度去做抵稅 對 所以完全沒有說什麼 水退了之後然後才去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大家都還在整理 我們有非常多的里長都可以替我作證 所以我不曉得網友亂講 為什麼我們新聞也要跟著一起亂報 實際上就是因為在粉專的時候呢 有人就貼出了兩張照片 一張是來自於許淑華的照片 他當時在看載的時候 這照片裡頭是一地的泥泥 那另外在許巧欣的部分 他PO出了幾張照片 實際上地板呢都是乾的 因此被網友這樣的質疑 不過許巧欣在剛剛稍早的時候 他也回應了他說網友是在亂講 也強調有許多的里長 都可以來幫他作證 他到現場的時候 確實都還是淹水的情況 也協助了災民進行後續的處理 都是網友在亂講 以上是在立法院追星